哈喽大家好 我是喵和你都想了解的秋刀鱼 这个是今天要做的东西的草图 上完色之后 这是一个关于春天 樱花 还有我的女孩的饼干 又用我的透明蛋糕盒 裁了一个模片 只用这四种材料 调出一个曲奇饼干的面团 然后把它擀成四毫米厚 然后就用这个模片 把饼干的形状给裁出来 哇 这个真的比烘焙子当模片好用太多了 烤两个 以防万一待会碎了 然后给糖霜调几个颜色 下一步呢 先在饼干上把草稿打出来 我用的这个是做糖霜饼干专用的 可食用色素鲜笔 画完了 然后就用糖霜来画 音乐 音乐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我的女孩脸上也要带一点点樱花感觉的妆容 非常淡淡地轻轻地扫一点粉色 画上眼睛 现在我感觉她已经栩栩如生了 这样就完成了 其实我在等糖霜干的时候 又做了一些樱花小饼干 剩下的刻一些樱花 圆圈 花朵 和小桃心 放入烤盘 大的烤20分钟 小的15分钟 简单烤好后要晾凉 调色 铺面的糖霜需要新一些 我们可以加一些水条 先勾线 再铺面 可以用牙签辅助 用新一些的白色糖霜装饰 模拟天空的云朵 画一些有深有浅的小花朵 樱花也是先勾线 再铺面 放入烘干机烘干后 再下一步装饰 用粉色的基础糖霜 画一些花丝 再装饰一些黄色的花药 饼干背面涂上多余的糖霜 粘在圆环上 可以随意的摆放一下 用叶子花嘴挤一些绿叶 用厨房纸巾捏一个角 再去色素画一些小花 放入烘干机吹到完全干透 粉嫩的樱花糖霜饼干就做好了